大家好 我是古正堂 症口症疾的福大学 我给大家分享的 颈尖腰腿疼的 调理诊断方法 今天先说 偏头疼的 诊断方法 偏头疼 它有多种 今天我们分享的这种是 从耳前到耳上 到额头 眼眶相关问号的疼痛 这个疼痛呢 它大部分是由于胸所乳突击 胸所乳突击的 省伤造成疼痛 那么胸所乳突击呢 它又是由于C神经 第二颈椎 出来神经 来控制所以说 第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诊断 看第二颈椎有没有偏歪 方法是让患者 平躺 仰卧位 然后侧头线一边 这是乳突啊 乳突 用中指 往下 乳突往下 这是摸到第一个横途间 这个骨头啊 轻轻地摸啊 一定力量轻摸到骨头 是第一颈椎的横途 再往下摸一截 这是第二颈椎的横途 这个时候如果有这种头痛的 我们就检查一下第二颈椎有没有偏歪 好吧 按压如果高起来 并且按压轻轻按压有阳性反应 就是疼痛 那就说明它又高起来又有疼痛 说明是颈椎偏歪 卡压造成的 那么第一步 复备第一颈椎 第二颈椎的偏歪 复备方法 我们可以用手托住 就这样 托住 托住这个枕后 拇指定点在第二颈椎的横途 轻轻的 像里面有个压的力量轻轻的 轻轻的 另一只手托住下巴 就这样 然后同时向后一带 向后一带 就可以 转头转到底 转到底 这一带 就可以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松解胸锁乳突肌 它的省伤 一般来说 这种头痛 胸锁乳突肌的省伤 是在 胸骨柄段 它有两个纤维 一个纤维在锁骨上 一个纤维在胸骨上面 胸骨柄上面 在两个锁骨的中间 这叫胸骨 胸骨柄段 在这地方 轻轻按揉 轻轻按揉 这个时候它是很疼的 轻轻按揉 由疼 揉到它不疼 这是一点 第二点 它低头一看 这块鸡肉 就叫胸锁乳突肌 它的起点 在胸骨柄 池点在乳突 这个地方 到颈骨后圆 这个地方 测岩 这个地方 那么才叫胸锁乳突肌 胸骨柄到乳突 叫胸锁乳突肌 它的第二个治疗点 在于平视状态 下巴横过来 找到 胸锁乳突肌 这个地方 找到经节 压痛点 轻轻揉开 大概揉过 八十下到一百二十下 就一分钟 到一分半钟 揉开 也是揉疼 揉到不疼 这是第二个治疗点 第三个治疗点 在乳突的地方 用手一定要贴多 整骨 这个 捏骨 贴住 一定是这样贴住 不要这样 横着 要这样斜着 轻轻的按手 大概也是八十到二十下 那这个一百二十下 然后再问患者症状 如果减轻百分之六十八十以上 说明 调理成功 那么这个问题就 完全解决了 一般来说 一天一次 一到三次解决问题 好